新竹科学园区周边的上下班车潮多 几乎每天都会大塞车 为了解决交通问题 台积电率先推弹性上下班制度 而新竹市政府也决定3月1号要跟进 从现行的半个小时弹性上班时间 改成最长1.5个小时 让市府的员工能够分流上下班 希望能够借此疏解大新竹的塞车问题 上班已经有够累 通勤还必须经过塞车考验 为了解决新竹科学园区周边的塞车日常 台积电率先推出上下班时间才弹性分流 而新竹市府也将跟进 想办法让我们的远区的企业 可以来支持弹性上下班的措施 接下来呢我们的这个市政府 在3月1号的时候 也跟进了包含像台积电的这样子一个做法 3月1号开始 新竹市府的弹性上下班时间 从原本的30分钟调整为1小时 而星期五和补班日更是扩大到1.5小时 让市府人员上下班的路 可以避开交通尖峰时间 减少交通拥塞的状况发生 有小孩子的同事 可以配合小朋友接受 比较方便 蛮有帮助的一件事情 弹性上下班方便市府员工 时间怎么安排也得要看个人 期待跟进台积电 实施弹性上下班 把车流分到不同时段 能够缩缓逐客周边的塞车窘境 届时至千新竹报道 咱们的坑魂